今天世间的灾难 怎么起来的 为什么会有灾难 我们将经典对照一下 为什么极落世界没有灾难 极落世界的人那么样的活命 他们的生活那么样的美好 幸福 自在 为什么这个世间人过得这么痛苦 同样都是人 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别 原因呢 一个觉悟 一个迷惑 极落世界人人觉悟 我们这个世间人人迷惑颠倒 他为什么叫我 刚才我们讲的 他懂得教育 中国这块大地 我们的老祖宗 千万年前 就懂得教训 懂得要把小孩叫好 而且是 以身作则 就跟佛经上讲的 为人隐书 隐书表演 隐形举止 都给小孩做榜样啊 从小就学好了 这个社会 这个大地 没有卧人 全是圣贤君子 随着个国家 在历史上 外国人都称赞 长治久安 这个朝代 末代的帝王 实在不像话了 这才有人起来革命 把他推翻 下一个王朝 建立了 很快 社会就恢复 秩序了 那是什么原因 教育学的底蕴 深厚 现在 虽然我们 疏忽了一两百年 真的底蕴在 我们在之前 也不敢相信 丢掉印 两百年 恢复 贪败 容易 我们也是 参加联合各 和平会议 都参加很多次 那些会友们 听了我的报告 我也是很多次 报告 把中国传统的礼物 介绍给大家 他们听得欢喜 闻所未闻 但是听了之后 欢喜 很多人来跟我说 法师 你的报告很好 他说那是理想 做不到 这一句话 给我带来的时候 最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叫信心危机 他要不信 不相信 那就一点办法 都没有 如何叫他相信呢 那一定做事业 你科学 科学拿阵据来 我们很努力 在过地方 去找一个 想找一个点 来做事业 找了三年 找不到我 没有人跟你合作 05年 我回到老家 去看看 离开70年 没回去了 家书 家乡 还有一些 父老 兄弟们 年岁都很大了 我把这些事情 告诉他们 他们非常兴奋 回家来 我们来做 于是 05年 深夜月 我们开始 培训老师 在那边 办了一个 卢江文化教育中心 要做事业 用这个小镇 小镇居民 四万八千人 我们曾经想到过去 陶行之 这都是民国初年的教育家 他们也曾经做过 但是做失败了 我记得两次 两次都没做成功 所以我就想 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教学与地有对象 教年轻人 年轻人教他伦理道德 他家人 没有学 他踏进社会 跟大众也没有学 我相信 他的信心就降温了 所以才没着 搞成功了 那我们通过 古人的教训 就想到 这个小镇 忽略了传统文化 至少一百年 今天要恢复 要让小镇居民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一起学 做成功了 而且很快就做成功了 我们原来想象的 总的两年到三年 才能看到成绩 没有想到 不到四个月 效果折住啊 真明了 两句话 老祖宗所说的 人心本善 你只要教他 很快 他那个本善 良心 就出现了 把良心唤醒了 不好意思做坏事 真难的 我们想象不到 第二句话呢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古人说 圣仙是教出来的 佛法里面说 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 看你怎么个教法吧 一教就会了 好 好 我没事 你先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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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咬我